同看电影故事 贡品离合悲欢 这里是熊猫电影 在李丸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因此他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后来 爸爸再婚 还生下个可爱的儿子 一家人都开开心心 不过 由于13岁的李丸处于青春叛逆期 爸爸担心他会产生别的想法 于是 便将这件事保密 这天 因为李丸不愿选英语兴趣小组的事情 爸爸被老师叫到办公室 妇女俩争执不下 爸爸便强迫他报名参加 不料 这却惹得女儿当场发脾气 直接摔门走人 为了能平复李丸的情绪 爸爸买了一条小狗送给他 谁曾想 当他回家看到角落里的小狗后 眼神里流露出百般嫌弃 爷爷奶奶也不太愿意在家养宠物 不过 就在李丸看完电视 准备从客厅回房间时 他不由得被小狗的叫声感染了 李丸前去抚摸了一下 眼神流露出一丝疼惜 晚上 他主面回房间吃 小狗则一直跟在身后 一直黏着李丸 无奈之下 他只能将小狗带在身边 不仅如此 李丸还跟小狗抱在一起 同床睡觉 感情慢慢地升温 第二天 李丸便接受了这条小狗 还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爱因斯坦 虽然奶奶不太情愿 但只要能让李丸开心 也只能放任小狗处在家中了 晚上放学之后 李丸的姐姐唐唐来家里玩 姐妹俩的感情特别亲密 可谓是无话不谈 唐唐还把自己的男朋友高放 介绍给妹妹认识 随后 三人便一起去溜冰场玩 中途 高放跟李丸处得不错 也渐渐地熟络了起来 这天 李丸跟爷爷出去买菜 大概是出于好奇的心理 爷爷也开始喜欢上了爱因斯坦 还想试着去牵他 回到家中 李丸将多余的米饭给小狗吃 奶奶出言责怪 不过 爷爷却开始袒护了 后来的日子里 李丸成天跟爱因斯坦玩闹在一起 但有天 爷爷带着小狗出门买菜时 因为多跟别人闲聊了一会儿 爱因斯坦不慎跑丢了 这让全家人很吃困扰 后妈则买了一双溜冰鞋 准备安慰李丸 正好跟她促进感情 到了晚上 李丸回到家 收到礼物时 确实很开心 但当她发现爱因斯坦不见了 便开始耍起小脾气 不管爸爸和奶奶怎么安慰 李丸全然不听 直接跑出门去找小狗的踪迹 到处放声哭喊 还把前来找她的爷爷给推倒了 李丸的任性得不到家人的理解 找不到小狗的他 只能回到家 在房间用嘈杂的音乐 来表现自己的不满和伤心 为了找回爱因斯坦 李丸在各个地方粘贴寻狗启事 整天都到很晚才回家 不愿与家人沟通和解 爷爷看见后 也是心怀愧疚 这时 后妈想出了一个办法 她买了另外一条小狗来弥补李丸 全家人都告诉她 这是爱因斯坦 但李丸心里深知 这并不是 这根本没让她的心情得到舒缓 反倒是跟家人之间的矛盾 越闹越大了 情绪得不到释放的李丸 去找了高放谈心 晚上 两人在酒吧蹦迪喝酒 后来回到家 意外撞见了父亲 他故意在爸爸面前喝了一口酒 展示自己的叛逆 谁知 父亲竟直接将酒瓶打碎 把他拉了出去 原来 奶奶见孙女没回家 便出门寻找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于是 爸爸拉着李丸出去找了好酒 索性 终于找回 到了家以后 李丸遭到了父亲的殴打 女儿这些天的顽皮韧性 让她难以忍受 得到教训的李丸也开始变乖了 第二天一早 她就拉着这条新的小狗去溜湾 本来李丸将她遗弃掉了 但后来出于心疼的原因 她还是把小狗带回了家 试着跟新的爱因斯坦相处 因为报了英语兴趣小组 所以 李丸要短时间内 提高英语成绩 这段时间 她便一直跟着高放和堂堂学习 但时间久了之后 堂堂却发现 高放跟李丸的一些举动 越来越亲密 虽然心里十分不满 但她并没有直接讲出口 后来 李丸在考试中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爸爸十分高兴 直冲冲带着她去天文馆 谁知 却来错了时间 那天正好是闭馆期 于是 父女俩又重新约定了一个日子 但到了约好的日期时 父亲不得不参加一个同事之间的聚会 他带着女儿出席 不过中途 李丸直接走掉了 静止跑向了天文馆 但是 天文馆早已关门了 刚好到了儿子昭昭的生日宴 父亲也觉得时机成熟了 便让李丸跟弟弟认识一下 姐弟俩本来相处得挺和睦开心的 但由于昭昭还小 再加上性格更加顽劣 时不时就爱哭爱闹 李丸慢慢地就不爱跟弟弟玩 本来一切相安无事 谁知 这天 昭昭被家中的爱因斯坦给吓坏了 甚至还受了伤 后妈见状愤怒不已 直接叫李丸的爸爸 把小狗送往屠宰场 纵使女儿半般求饶 父亲还是带着小狗走了 将她送到了一个小狗收容所 但不久后 爱因斯坦就得了重病去世了 对此 李丸心里难受不已 伤心的李丸再次来找高芳 却不慎被爸爸和堂堂撞见了 后来 高芳直接跟李丸表白 但最终被拒绝了 于是 两人便断了联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 李丸的心态也开始渐渐变得成熟 她不轻易去展现出自己的情绪 而是藏在心中 表面上听着大人们的话 实则心里已经封闭起来 以这样的状态慢慢地长大 人年物为善 若惨物为恶 少女心藏念 不愿告人知 众人皆强迫 无奈可妥协 长成大人样 善良不负载 人生总有一个似水年华的阶段 那时的我们 能切实感受到所有情感 一怒一杯 心里占据可爱的秘密 但也容易受到恶俗的影响 久而久之 后来也变得不认识自己 分顺的性格 点头哈腰的模样 显得百般虚假 故事配老九 明朝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